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单元接续讲解基本输入函式 基本输入函式 在上一个部分 我们已经讲解基本输入函式吸引的定义 吸引的使用方式 以及吸引的语法 接着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要讲解两个区块 这两个区块都关系到吸引本身的实力应用 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讲解个人简历制作 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讲解购物商场会员申办 基本输入函式的第一个实力应用 我们要介绍个人简历制作 小曼要制作一份可由自己输入的简历来展现自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编写相关的程式码 能够达到这个功能 左手边我们编了六行程式 前三行在定义小曼要输入的变数 他的储存资料形态 那么小曼应该想要输入姓名 还有他的毕业学校 还有他的月薪 所以我们定义了三个变数 name data money 属于文字的name跟data 我们把它定义的资料形态为stream 为自串 那么money因为是属于整数资料 所以我们把它宣告成int 第二个部分 第四行 第五行跟第六行 要输入小曼个人的简历资料 所以我们透过基本输入函式 是吸印的指令语法 我们编写的吸印代代name 吸印代代data 吸印代代money 这样的程式编写完毕之后 就是属于一个完整的输入简历资料的一个 基本程式 编辑完成之后 我们编译并执行 就可以产生右手边的键盘需要输入的资料 第一行 他会停在键盘输入资料的下方 那么我们输入姓名张晓曼 张晓曼的姓名输入之后 会被储存在name里面 接着第二行输入国立台湾第一大学毕业 那么这几行文字一样就被储存在data的变数当中 第三行接着输入4500045000元的月薪 他就会被储存在money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输入韩式的一个使用 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知道未来相关的应用程式里面如果需要键盘输入资料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基本输入韩式吸引的使用达到了我们要输入资料的功能 基本韩式的第二个应用实例我们要讲解的是购物商场会员申办 为了参加百货商场的会员需于系统上建立会员基本资料才能完成会员申办 因此我们就编辑了程式码来协助会员建立他的基本资料 首先第一个区块 我们先定义变数储存资料形态 我们的会员资料里面需要6个变数来做储存 包含name id address telephone 那么这4个是属于文字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宣告成字串的资料形态 接着Edge跟Money他是属于年纪跟他的年薪 因此我们把它定义成整数资料形态 第二个区块 我们要将刚才宣告的会员基本资料的变数做输入的动作 因此我们就使用了基本输入韩式吸引的语法来做编辑 从第四行开始到第六行就是针对会员的基本资料来做建立 第四行吸引代代name 代代id 代代telephone 一次可以输入三个变数资料 第五行吸引代代address 他在输入会员的地址 第六行吸引代代age 代代money 再输入会员本身的年纪跟年薪 那么这三个程式部分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所讲的三个不同的输入方式 包含一个变数 两个变数跟三个变数 这样的编写完成之后 就可以输入会员完整的资料包含姓名 身份证字号 联络电话 住职 年龄 年薪 完成编辑之后我们就按编译并执行 就可以产生右手边的执行结果 接着我们就在键盘输入资料的地方输入 第一个王小木 他的身份证字号 他的联络电话 这样子他会分别被存到name id跟telephone 每一个资料中间用空格来做区隔 接着第二笔输入他的住址 输入完毕之后就会存在address上面 第三个输入32空格200 那么他就会将32存在age这个变数里面 200存在money这个年薪里面 这样的结果就可以快速的协助会员建立的基本资料 那么我们可以很明白吸印 其实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实际应用的执行 本单元的小节里面有两个重点 同学一定特别加强注意 然后记住他 第一个重点基本输入韩式吸印 是将键盘输入的资料存入吸印指令后方的变数中 第二个重点 键盘输入韩式吸印的输入格式 一定要记住有底下这三个 一个变数 两个变数跟三个变数的输入格式 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输入的语法方式 这样些技术之后 相信在未来的后续单元里面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 以上是基本输入韩式的单元的介绍 感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